如果我是医院父母的话 我敢保证20岁的我都可以争动 你见过这样的相亲吗 女方坐在屋子里 男方一个个在门外排队等叫号 看起来就跟医院看诊一样 这里是甘肃省庆阳市的一个小村庄 没人老马带着粉衣男子来相亲 男方30岁出头在城里当厨师 收入稳定也有一些存款 但女方的母亲审视的看了看她 然后就让人在门外等消息 她甚至连女方的面都没见到 在门口站了一个小时 眼看着陆陆续续又进去了好几个 男方终于等不下去 他们跑去问女方父亲 对方告诉他们女儿没看上她 因为男人身高太矮 这一下是彻底没戏了 但白跑一趟实在划不来 来回车费都挺贵 所以接少人给她找了同村的另一个姑娘 只是年龄大了些将近30岁 而且离过婚 男方一听也不情愿 她也不是不条 这种条件的她有点看不上 2021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中国男性人数比女性多出大约3000万 光棍已经见怪不怪 所以这种相亲情况 在农村很常见 就连给别人说没的老马 自己也是单身 老马今年已经42岁 在县城开了四家里聊点 年轻时她一直在大城市打拼 在外起从搬运工走到部门主管 母亲去世后她才回到老家发展 老马不相亲是因为有心仪对象 对方是27岁的小罗 在保险公司上班 他经常帮人按摩理疗 邀请对方吃饭看电影 小罗也对老马的好意心知肚明 但他的愿望是去大城市定居 所以他希望老马可以买套海警房 但这不是他能负担得起的 老马认为这件事不能只靠自己 他希望小罗也努力努力 所以推荐他去做保健品推销 因为现在中国的老年群体越发庞大 保健品市场很有前途 但小罗明显没有听进去 在他看来 这些啰嗦还没有一个红包来的实在 小罗忽冷忽热的态度 让老马很伤心 同事们也都劝他趁早放弃 老马认为 现在媒体炫扬的拜金主义 让社会越来越浮躁 人情往来都要靠金钱维系 所以找不到对象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再次约小罗吃饭时 对方没有答应 明明之前已经约好 但现在他却爽约了 老马一次次打电话 但小罗根本没接 他现在正在一家KTV和新朋友玩 这里有个靠父母关系 进了国家石油公司的小伙 他眉飞色舞的说着 自己多不缺钱 生活多潇洒 显然这样的人才是小罗的目标 和对待老马不同 小罗对男子很热情 俩人相谈甚欢 联系不到人的老马 在屋里默默拿出一个背包 这是他原来打算送给小罗的礼物 但对方没有接受这个好意 看来只能留着 送给下一个相亲对象了 和老马同岁的老杨 也是光棍一族 他是长途汽车乘务员 父母都是普通果农 今天是他相亲的日子 一家人忙忙碌碌的准备饭菜 老杨也赶紧刮胡子擦皮鞋 虽然嘴上说着不紧张 但他还是不停地收拾屋子 家里现在只有一个毛坯房 如果结婚这事成了 那房子也就可以装修了 老杨想过二十多次亲 但很多时候 对方都是一见他就扭头走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老杨这种长相一般 还光头地可不受欢迎 为此 他还专门给自己 披了一张戴头发的照片 今天的相亲对象 是一位离过婚的三十岁女子 但刚吃完饭 对方就马不停蹄地走了 老杨感觉心里没底儿 因为女方全程都没和他对视 母亲也看出不妙 临走时拼命给人塞红包 想给孩子博个好印象 但女方也是死活不熟 老杨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于是在人走后 发了一连串微信 想着能再了解一下 但对方根本没有回复 眼见的我发现一条死亡语句 各位话重点了 这种话绝对不能说 不然人家不理你也不亏 老杨忍不住发起牢骚 在他看来 今天这个相亲对象 就是心气太高 自己条件一般 还想嫁去城里 所以就是现在这样 高不成低不就 话才刚说完 对方突然回了电话 老杨立刻没开眼笑 女方说刚才睡着了 所以没看到微信 老杨一听有戏 立马乘胜追击 约对方后天再见 女方也答应了 老杨平时住在出租屋里 一个月加上水电 才500元 可以看出是个节俭的人 他年轻时谈过一次恋爱 当时他才19岁 还是个头发浓密的小伙 对方16岁 是个长相淳朴的姑娘 但当时哥哥们还没有成家 母亲并不同意 俩人在一起 所以他们只能分开 后来老杨听说 女孩再嫁给别人一年后 服毒自尽了 这也成了他心里永远的伤疤 约会这天很快到了 老杨带人去了花卉园 他努力的找着话题 但女方显然并不上心 还时不时的接打电话 回来之后 老杨告诉记者 对方问自己 会不会借给他20万 老杨回答的是 这要看咱们是什么关系 如果真的可以进一步发展 他也不是拿不出这个钱 女方听了这话 就没再继续聊下去 老杨认为 自己这么回答 也是在考验对方 看他到底看中的是自己的人 还是钱 女方说 他追求的是平淡的生活 老杨却觉得 他所说的平淡 是有房有车的平淡 这些他无法达到 也不能认同 再次发消息时 对方已经把他拉黑了 其实在这部纪录片中 很多人的认知都是不对的 老杨潜意识里觉得 自己找不到对象 就是因为没钱 如果他是亿万富翁 肯定就能找到 20岁的小姑娘 但就是这种潜意识的自卑 让他给每个相亲对象 都贴上了拜金的标签 认为是对方要求太高 而且都是涂塌钱 小罗则一直希望能有海景房 却从来没想过靠自己实现 其实结婚并不是必须的选择 为了结婚而结婚 反而失去了婚姻原本的意义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与其怨天尤人 不如提升自己 当然 一个人的生活也能充实快乐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